世界衛生組織秘書長譚德塞2月27日公布 在中國以外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 已經擴散至其他44個國家 有可能已經變成全球大流行 若有國家認為不受到襲擊 將會是致命的錯誤 譚德塞27日在日內瓦舉行記者會 講明2019年冠狀病毒疾病疫情時表示 過去兩天世界其他國家新增病例已經超過中國 目前疫情擴散至中國以外的44個國家 這44個國家累計3,474宗病例 他表示在過去24小時內 巴西、希臘、挪威和羅馬尼亞等7個國家出現首宗病例 疫情處於決定性時刻 呼籲所有受影響的國家 盡快採取行動控制疫情 至於對那些還未出現疫情的國家 譚德塞說 疫情有可能演變為全球大流行 各國的處理方式 將會決定疫情發展 若有任何國家認為不受到病毒的襲擊 將會是致命的錯誤 相比世界衛生組織 仍然不願意稱呼疫情為大流行 澳洲總理莫里森當日就表示 已經將疫情視為大流行 除了宣布國家緊急因應計劃之外 並且正考慮採取額外措施 監控抵達澳洲的旅客 另外 俄羅斯媒體2月27日報導 愛沙尼亞出現首宗武漢肺炎病例 確診患者持有愛沙尼亞永久居留症 並非是愛沙尼亞公民 日前才由伊朗入境 丹麥也出現首宗確診 全球內計有48國淪陷 1日前提供 1日前提供 2日前提供